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护降令所有导弹变为废体,可以起到防御的效果,推测可能是苏联研制的一种核动力驱动定向能武器,不过随着苏联解体该装置真实用途曝光,其真实用途太震撼,原来这一装置可以生产工业及钻石,图为定向能武器之所以很多人在看到这件造物的第一时间认为,是一件黑科技武器,完全是因为在美苏冷战时期, 出现了太多超乎想象的装备,甚至烧血科幻 在当时出现了使用核动力的飞机和导弹,甚至出现了移动的核电站 这些无疑都是当时的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能够压倒另一方,而做疯狂实验催化出的产物,因此,这些武器都因技术问题昙花一现,战争催化军事进步的能力无疑非常的强 战争是军事技术的催化剂,终关世界上的武器发展历史,无疑是在战争期间的进步是最快的 其中在以前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朝统一 其中的技术发展,以及作战里面进步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旧装备而言演练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 从大多数士兵使用牧师武器,到带规模装备青铜器 而且因为连续几百年的战争期作战里面也是非常的先进 土雷核动力轰炸机,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流传千年的孙 死兵吧,即使在现代期里面也是非常的先进 而且秦朝时期建立的渠道,更是让秦朝军队的运输速度达到了一个巅峰 在其后几百年都没有能够超过的 因为在之后虽然也经历了很多的战争 但是没有全球战国时期这样长时间激烈的战争 也因此之后的多个朝代在军事上的进步速度是隐不如那时 土雷核动力导弹到了近代军事技术的大爆发 是从世界大战开始的 在一战时期出现了坦克等现代装备 并且随着战争的进行快速的发展 到现在为止坦克的技术 已经实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当时的海战为了追求火力 出现了战略舰巡洋舰 后来发现战机群更加强大 然后出现了航母 很多人根本无法想象 这是在短短几十年内出现的 因为战争的催化让世界上的军事技术出现爆发式的进步 因为军事技术的进步推动人类的进步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但是实际就是战争极大的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但是并不代表战争对于人类来说是有益的 战争既可以催化技术 但是也能够毁灭文明 所以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不都希望战争的来临 即使在之后很有可能出现新一阶段的技术大爆发 接下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